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不得不说,2023年是安卓阵营扬眉吐气的一年 自从骁龙回归台积电工艺后 安卓阵营一扫颓势 再也没人敢说同代安卓性能落后苹果两年 反而都在担心买iPhone14是不是在交智商税 中端市场,骁龙8PUS稳住了3K价位的基本盘 iPhone SE系列瞬间失去了存在价值 高端市场,骁龙8G2更是在GPU上超越了A16 拿下了游戏01的话语权 这一点很关键,因为移动生态已经进入了成熟期 游戏是判断芯片强弱的最重要场景之一 在2023年,如果你不是苹果生态的重度依赖者 我都想不出必须买iPhone的理由 iPhone14的销量惨淡 一部分原因是苹果盲目自信 另一部分原因是骁龙8G进步实在太大了 但是问题来了,安卓阵营今年稳了 但是明年呢,骁龙8G会不会倒吸一口牙膏 性能再次被苹果A系拉开一两年的代差 按目前的最新消息来看 Tiger只能说很遗憾,答案可能会让你失望 搞通下一代旗舰芯片骁龙8G3将在今年年底发布 且时间会比往年更早 目前多方消息表示 今年应该不会有骁龙8PAS进二 近日,据分析师哲格克奥的套路 骁龙8G3已经定版 超大核心基于奥仁公版Quartex X4打造 大核基于Quartex A715 小核基于Quartex A515 核心架构依然是1加4加3 骁龙8G2已经证明了新架构的优越性 比起传统的1加3加4架构 1加4加3架构多了一个中核 走的是大规模低频率路线 在中高频时能效反而会提升不少 既然是新一代芯片 且架构不变 想继续提升性能 就只能拉高主频了 据悉,骁龙8G3的超大核将会升级至X4 主频会超过3.5GHz 预计在3.5-3.6GHz左右 比第二代骁龙8的3.2GHz提高了约15% 与此同时 三星定制的超频版第三代骁龙8For Galux 主频会达到惊人的3.72GHz 看来,这回骁龙8系的单核性能要起飞了 目前GPU性能还没有更多的消息 不过考虑到过去高通GPU性能的提升 预计也在25%-30%左右 跑分成绩将超越去年的苹果A16处理器 爆料者甚至认为 其纸面实力可以击败苹果A17处理器 作为新一代芯片 除了通过增加主频来提升性能 骁龙8G3还将采用全新的CPU价格 以及更快的LPD-DL5X内存 和UFS3.1存储器等 从而提升整体性能和功耗效率 骁龙8G3将彻底放起来A710 全部换成了A715 小河则从A510V2升级到了A515 中河不再支持32位应用 但能效也会有所提升 总体来看 骁龙8G3的性能有望进一步提升 成为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的旗舰芯片 不过 遗憾的是骁龙8G3 仍基于台积电安4P4nm工艺生产 目前台积电和三星的3nm工艺都已经量产 但第三代骁龙8并没有使用3nm工艺 而是使用和天机9200同款的台积电的第二代4nm 也就是N4P工艺 N4P是N4的小幅改良款 区别只是性能提升了6.6% 这也就意味着 除非像骁龙8G2一样狂堆规模 骁龙8G3比起前代不会有太大的性能提升 那么 高通为什么不使用最新的3nm工艺 据了解 高通之所以不给第三代骁龙8用3nm工艺 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台积电第一代3nm的产能 已经被多金的苹果包涨 高通只能等产能释放出来 此举无疑会耽误量产的进度 而且台积电第一代3nm价格昂贵 据说每片晶圆的价格高达2万美元 会导致芯片价格暴涨 安卓旗舰机的价格已经越来越贵 如果芯片价格再度涨价 将很难让消费者提起换机意愿 再来看苹果这边 iPhone15搭载的A17 将会采用台积电3nm工艺 N30正而八斤的迭代工艺 能效比起N55 可以提升30%到35% 近日 据DJ Times的最新爆料 称奇的制造工艺是N31 也就是3nm的增强版 这意味着在性能升级和功耗改善方面 将有更为显著的提升 半导体工艺的代差 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泰哥觉得只要苹果正常发挥不翻车 骁龙8近3大概率 会被A17拉开一整袋的性能差距 至于骁龙8近3核实登场 早前爆料达人数码闲聊站表示 骁龙8近3 比骁龙8近2的发布时间 11月16日还早一丢丢 或许最快10月份发布 不过新机排期仍然是今年第四季度 供大家参考 那么问题来了 面对3nm技术高昂的成本和风险 高通选择了更成熟和稳定的技术 你认为是明智的选择 还是迫于无奈 你对骁龙8近3处理器的实际表现期待吗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